發現金色的魚這個任務的話 再變成梯子的這個房間裡面 你一旦變成梯子的話 你就注意到這個地方 就有金色的魚 如果你碰到這個金色的魚 就可以完成發現金色的魚這個任務 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新知卡比 探索發現 在順流地下水道這個關卡裡面 有四個任務要解 第一個任務是拯救瓦豆魯迪 第二個任務是吃下三個罐頭 第三個任務是在蓄水時戰鬥 不曾落水 第四個任務是發現金色的魚 這個關卡有五個瓦豆魯迪要救 第一個瓦豆魯迪迪路到這邊 丟到下水道最後面的這個地方 流流流流到這邊 快要結束的時候 就可以救到第一個瓦豆魯迪 第二個瓦豆魯迪 第二個瓦豆魯迪 要在這個房間 打炸彈磚塊 就會出現一個 秘密的通道 你從密道進入房間 下船的話 這邊要注意 先往右走 再往左走 最後走中間 先往右 再往左 最後走中間 就會做到第二個瓦豆魯迪 第三個瓦豆魯迪跟第四個瓦豆魯迪要一起解 你先按下這個按鈕 就會升起一塊鐵片 然後把左邊的梯子放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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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右邊的火氣庄熄滅 吸這個右邊的梯子 一路到這邊 把梯子放到這裡 你就可以上階梯 一次 可以救兩個瓦豆魯迪 這是第三個跟第四個瓦豆魯迪 第五個瓦豆魯迪 在大漩渦這個地方 你要先往左邊 按下按鈕 按下按鈕以後 然後來到右邊 跳上階梯 按下按鈕以後 就會出現隱藏的道路 走上道路 就可以救第五個瓦豆魯迪 吃下三個罐頭這個任務的第一個罐頭 再一路溜下下水道這邊 到最後門這個地方 你先不要出去 你先到右邊 你就會發起一個光點 觸摸這個光點以後 左邊會出現第一個罐頭 第二個罐頭 在你變成梯子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 用冰凍的能力 你把火樹莊熄滅 裡面就會有第二個罐頭 第三個罐頭 在這個大漩渦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罐頭 在這邊也轉來轉去的 然後用點技巧 就可以拿到第三個罐頭 在蓄水池戰鬥不曾落水這個任務的話 在這個地方 我發現如果用槍的話 會比較好打 我是第二次進入這個關卡 我回去成陣 先換成槍 換成槍之後 就好打多了 在這邊如果你用槍的話 你就小心一點 不要真的落水 不要真的落水了 就可以完成在蓄水池戰鬥 不曾落水這個任務 但如果不小心才落水的話 就重新玩這個關卡 重新打一遍 發現金色的魚這個任務的話 再變成梯子的這個房間裡面 你一旦變成梯子的話 你就注意到這個地方 就有金色的魚 如果你碰到這個金色的魚 就可以完成發現金色的魚這個任務 除了四個任務以外 在剛開始旅程的時候 在鐵橋這邊 有一個發光的地方 觸碰之後 有很多錢幣可以拿 還有在這個歪歪去去的水道的地方 也有一個發光的地方 觸碰以後 也會出現很多東西可以拿 還有這邊有扭蛋 大家有看到嗎?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來做更多更多 跟星之卡比探索發現相關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一個按鈴才說 我們下一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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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